中年夫妻意外死亡 年幼姐妹由谁来养 是她的指使教唆不让来往 还是她的贪图利益强取豪夺 监护问题该如何解决 孩子们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 谁做孩子的监护人 小区大事正在播出 这一天一早 一位年近六旬的老人 来到了龙岩市上航县下都乡司法所 说外孙女大伯薛盛连 要和自己争夺外孙女的监护权 想通过司法所的工作人员 帮自己说服薛盛连 放弃争夺外孙女的监护问题 我的意思啊 现在的咱们就是 你想说我是我儿孙女 帮忙自己的事 去吧 好 在调解员的询问下 老人说出了发生在他家里的种种不幸 老人说 就在去年底 女儿和女婿去世了 两个外孙女因此成了孤儿 为了不让外孙女再次受到伤害 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老人决定要肩负起 抚养两个外孙女的义务 让外孙女和自己一起生活 那有一年 那有一天 那有一天 为了了解清楚老人口中的大伯是否真的要和老人争夺孩子的监护权 下都向司法所所长黄文兴决定 应该找来老人口中的大伯 让双方有一个面对面的交流的机会 彻底解开这两家之间的矛盾 我们通过了解情况以后 就着急双方到我们调解室来调解 来到司法所后 大伯薛正年表示 老人对侄女们的关心 自己既高兴也理解 可要老人做他们的监护人 自己说什么都不能同意 学生年不同意 让自己成为外孙女的监护人 听到这句话后 两位老人的情绪瞬间激动起来 画面中的这位老人叫罗贵发 今年61岁了 从2014年底 他的女儿和女婿去世后 他就一直和两个外孙女的大伯 争夺外孙女的监护权 在这期间 他们双方曾经商量了数次 但是由谁来做孩子的监护人 始终谈不拢 除此之外 更让人不解的是 罗贵发的女儿女婿 才刚刚中年 应该是有着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 为什么夫妻会双双去世呢 那么罗贵发的女儿女婿死因究竟是什么 两个外孙女的监护权又究竟会属于谁呢 罗贵发说 女儿和女婿之所以会一同去世 就是因为2014年年底 女儿和女婿外出捕鱼时 不是落水身亡了 女儿罗杭英和女婿薛增年都是渔民 常年靠着捕鱼捕虾维持生活 可突然有一天 听到村里人说 有一对夫妇在河里捕鱼时落水了 可让俄贵发外面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船门中的男女竟然是自己的女儿和女婿 女儿和女婿离世的消息 无疑给了罗贵发和李美玉一个巨大的打击 如今留下了两个还没成年的外孙女 面对女儿不幸的遭遇 不仅让他们这个做父母的万分伤心 更让他们这个做外公外婆的 尤为担心着两个外孙女以后的生活 作为哥哥的薛盛年 听闻弟弟和弟妹遭遇的不幸 同样是感到十分的难过 薛盛年说 弟弟和弟妹落水的事 自己也是听村里人说的 在得知弟弟和弟妹落水的时候 自己第一时间赶到了事发现场 组织了村里人进行了打捞 忙了整整两天 两天的打捞 薛盛年终于找到了弟弟和弟妹的尸体 他一下子被我找到了 他老弟弟是第二天才去捞起来了 虽说力也使了 劲也用了 无论自己怎么有力地援救 弟弟和弟妹终究是死了 自己也无能为力了 眼看两个侄女成了孤儿 让他这个做大伯的 是既伤心又可怜 最苦的就是孩子 就是生两个孩子 还那么小又不怎么懂事 父母的离世 对两个年幼的孩子来说 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一位知情村民呼吁到 那时得知薛增年和罗航英出事后 村里人都来帮忙 学家的小女儿薛燕飞 知道自己的父母不在了 特别伤心 一直在哭泣 孩子当时他这个小女儿很懂事情 小女儿一见到他 他们告诉他母亲不在了 当年就哭 失去了父母的庇护 两个小孩不得不快速成长起来 作为姐姐的薛燕亭 他要承担起照顾妹妹的责任 回去要帮妹妹洗澡 还要备饭给他吃这些 第二天上课 他就会影响 他奶奶听了就会心动 白发人送黑发人 女儿和女婿这一走 对已经年迈的罗桂发夫妇来说 无疑是万箭穿鞋 对于薛盛年来说 同为薛家人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弟弟弟媳 双双身亡 内心又何尝不是万分酸楚的 而更加可怜的 其实是两个成为孤儿的孩子 如今老大十四岁 老二才五岁 都还没有独自生活的能力 他们无法在失去父母的环境中 克服种种困难 照顾好自己 那么孩子应该由谁来监护 究竟和谁在一起生活会更好 面对外公外婆和大伯 两个孩子又将何去何从呢 起初罗桂发认为 女儿和女婿离世后 外孙女的抚养问题 自然由他们做外公外婆来承担 但考虑到外孙女毕竟是薛家人 如果自己接回家 似乎不符合当地的习俗 几经权衡 罗桂发觉得 外孙女还是和薛盛年 一起生活比较好 最后在自己的劝说下 外孙女同意去大伯家 我说你飞气 我说你飞气 你大伯家也想叫你 是吧 那这样就等我们外公外婆签过 回家 然而事与怨眉 罗桂发说 两个外孙女确实搬到了薛正年家 可是生活没几天 自己突然接到了大外孙女打来的电话 看到外孙女打来的电话 罗桂发本以为 外孙女的来电 只是告知自己外孙女的近况 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电话中的外孙女却哭诉着 这段时间里发生了种种不愉快的经历 他说不是你过来载我 他说当时不讲 当时不讲 过了下午 三点多钟 他啥说 罗桂发得知 姐妹俩过得并不好 来到薛正年家后 就一直受到大伯家的伯母和堂姐嫌弃 还被赶回原来的老房子居住 因此给两个外孙女内心带来了极大伤害 由于女儿和女婿走后 只剩两个小孩在那里生活 而且老房子中光闲幽暗 设施陈旧 年久失修 让两个还没成年的小孩在里面生活 又怎么可能呢 听到外孙女受了欺负 罗桂发誓交集万分 而且想到了外孙女那种寄人离下的生活场景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他决定要将外孙女接回来和自己一起生活 再也不让外孙女受到任何伤害 但对大伯而言情况并不是这样 他说在自己接回两个侄女后没多久就去福州谈生意 等自己回家后却怎么都不见大侄女的身影 最终在女儿口中得知 女儿和侄女在自己外出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小矛盾 学生年本以为孩子吵架 小乐器就会回来的 自己并有在意 然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没过几天 另外一件事情的发生 就让学生年再也忍受不了了 学生年说 大侄女被罗桂发接走后 小侄女还留在自己家 可突然有一天 自己去幼儿园接小侄女回家时 发现小侄女并不在幼儿园 已经被罗桂发接走了 随后的一段时间里 薛成年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两个侄女 本来我是这样跟她说 要跟她说 她又没回家 她自己现在搞得关系不好 她不想回来 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打电话早就不接 大伯薛成年是主动提出抚养这两个孩子的 她说自己早已经做好了照顾他们的准备 而孩子之间发生的一些误会摩擦 作为长辈 不应该去计较 由孩子们自己解决才对 孩子的外公外婆 更不应该在自己不在家的时候 不声不响的接走孩子 这让薛成年很难理解 不过话又说回来 罗桂发认为 当初自己如此放心的 把两个外孙女交给薛成年 希望她能好好抚养两个外孙女 长大成人 没想到两个孩子刚一来到薛成年家 就遭到了伯母的嫌弃 和堂姐的欺负 外孙女受了如此大的委屈 罗桂发能不生气吗 他对薛家算是彻底失望 巨额保险金从天而降 监护权归属 你争我夺 孩子们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 谁做孩子的监护人 小区大事正在不出 罗桂发感慨的说道 自己一直对薛家就不满意 因为女婿是个不靠谱的人 当时女婿薛成年家庭条件并不是很好 而且薛成年的母亲去世的早 女儿和女婿的婚事 自己是一直就很反对 可是女儿偏偏要与薛成年结婚 自己也没了办法 只好同意了女儿和女婿的婚事 回想起女婿薛成年上门提亲的经历 罗桂发是记忆犹新 当时他订我的订婚的时候 他给了我好像是三年九 彩礼钱给的少 罗桂发本来就不太满意 可女婿偏偏在提亲的途中摔断了胳膊 没钱看病 无奈的罗桂发只能自己花钱给女婿看病 罗桂发为女婿看病花了整整四千元钱 这笔医药费比女婿给的财力钱还要多出了一百元 这让罗桂发从心底感到很不舒服 更让罗桂发没有想到的是 女婿给的彩礼钱竟然是和别人带的款 为此他对女儿以后的生活甚是担忧 知道他是跟个人大惯来的定婚前 果不其然 女儿婚后的生活 的确和自己想象的那样不幸福 罗桂发说 女婿身上有很多恶习 喝酒赌博无所不干 有时女儿不让女婿打牌 女婿不服气 就对女儿使用暴力 为此罗桂发特别生气 自己曾提议要让女儿女婿离婚 可那时女儿已经有了孩子 在即离婚只怕苦了孩子 所以女儿人气吞声没有离婚 女婿的失败 不仅能体现在家庭方面 就连自己的事业也是一塌糊涂 不仅开饭馆被骗 而且开车都能掉到水里 女婿薛增年 在罗桂发言里 完全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买了渔船后 还带着不会游泳的女儿一起捕鱼 如若不然 女儿也不会落水而亡 不知道我的女儿掉下去不知道 不知道 就是这样 她们发现的人 船子还在那都倒 倒圈圈 正因如此 罗桂发夫妇就一直怀疑 很有可能 女儿的落水 就是因为当时和女婿发生口诀 你推我党的时候 女儿才不慎掉落水中的 罗桂发说 由于女婿的种种行为 自己不仅对女婿不信任 就连整个薛家 自己都充满了质疑 没准薛盛年和薛增年一样 有赌博喝酒的习惯 让薛盛年照顾外孙女 自己根本不放心 薛盛年说 弟弟唯一的爱好就是打牌 虽说有时会输点钱 但并不是罗桂发想象的那种巨额赌博 在我面前他是听话的 没用 他不会赶 他经常也爱打牌 爱玩 薛盛年说 弟妹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弟弟和弟妹并没有经常吵架 要说弟弟打了弟妹 这分明是罗桂发在冤枉弟弟 不会经常吵 以前是可能年轻的时候比较会吵 现在好一点 这两年可能好一点 可要说弟弟是一个固执而单纯的人 这一点薛盛年倒也认同 第一次创业的失败 都与他的性格不无关系 而弟弟在没有了解清楚的情况下就开了饭馆 薛盛年认为弟弟就是年轻而单纯 所以被人给骗了 是当时是被人骗了 因为他租了房子要拆迁嘛 他不知道 他就把他租下来 租下来就拆了嘛 第一次创业就以失败告终 薛盛年说 其实弟弟也很伤心 有时会通过写日记的形式 表达自己心中郁闷和失落的情绪 薛盛年从弟弟的日记中发现 弟弟还是从心底想改变眼前的现状 所以在弟弟提出要做物流生意时 自己非常赞同 和其他两个姐姐一起筹钱 买了车为弟弟创业 因为他做物流 他就是想买车嘛 他没有驾驶证 当时他物流有点业务嘛 就买了一部货车 当时也没钱 就是贷款啊 亲戚这些给钱给他 就凑一下买了一部车 当时花了个十两万 然而乌鲁偏逢连夜雨 弟弟似乎就是一个不幸运的人 学生年回忆道 弟弟有一次跑长途 半路休息时 就将车子停到了一条河边 由于对驾驶技术不娴熟 下车不仅忘了拉手刹 而且还挂着一挡 由于车子转速低 动力弱 当时弟弟并没有发现 结果刚走开 汽车自己启动了 滑到了河里 翻车嘛 翻得烂了嘛 就没人 已经就是很便宜卖掉 弟弟的事业再次失败了 让他这个做哥哥的也很着急 但没有办法 车子毕竟是毁了 弟弟马虎的性格最终尝到了苦头 他都没赚到钱 我也很生气 没办法就是了 薛正年还说 自己的弟弟已经走了 这个时候 罗桂花夫妇还诋毁薛家 其实另有图谋 他们是冲着钱来的 总的是17万嘛 17万就是他分了一个7500 罗桂花到底是不是因为 女婿喝酒赌博 打骂女儿 才对薛家失去了信任 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 罗桂花在女儿女婿去世之后 提出成为两个孩子的监护人 这一点确实无可厚非 毕竟两个孩子和外公外婆 更为亲近 生活在一起 没有障碍 可是从大伯薛盛年的角度来看 罗桂花争取孩子的监护权 动机不纯 他们是冲着弟弟弟媳的保险赔偿 和孩子们的其他费用来的 以这样的动机 他不相信 孩子们跟着外公外婆就能幸福 所以他坚决不同意 放弃两个孩子的监护权 事情的真相 究竟是怎样的呢 罗桂花说 当地所有的村民 每个人都有两份保险 一个是农村小额人参意外险 保额6万元 另外一个是务工农民 小额保险1万元 因此女儿和女婿去世后 就会得到一笔14万元的保险理赔金 除此之外 还有3万元的寄生险 以及1万多的社会捐款 共计18万多元 罗桂花说 除了这笔18万多元钱以外 两个外孙女还享受民政局给的每月1600元的生活费 都打在了外孙女的社保卡中 除了寄生险中的7500元钱和女儿3000元的存款在自己手里 其余的17万多元钱 统统都被薛盛年拿走了 罗桂花说 其中女儿的那一部分保险金中 理应有自己和老伴两个人的份额 供自己养老使用 对于罗桂花说 自己拿走了弟弟弟妹死后的保险理赔金 薛盛年本人也承认这一点 薛盛年说 弟弟和弟妹走后 自己最想做的 就是给两个侄女提供最好的条件 让他们长大成人 所以他四处打听 如何能在弟弟和弟妹死后 为两个侄女获得最大的补偿 总的保险这个是有 一个是寄生的 他是两个女儿 寄生的帮他进了一份保险 就赔了这3万 薛盛年说 想要获得保险理赔金并不容易 不仅要证明弟弟和弟妹是意外死亡 而且也要提供各种证明 最终 在自己一个多月的努力下 终于和保险公司 办理了17万元的保险理赔手续 以及和政府解决了两个侄女 每人每月800元钱设保金 薛盛年说 弟弟走后 涉及的遗产并不多 除了弟妹存有3000元存款以外 只有一幢旧房子和一片毛竹林 如今加上这笔18万多元的保险金 和社会捐款以外 就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自己只想照顾侄女 为他们保管好这笔钱 除此之外 薛盛年说 弟弟生前还有一笔外债 如今债主们得知弟弟出事的消息后 就来找自己要钱 因此自己的压力特别大 都是我本地的 也有城里面的 他有一笔钱是高利大借来的 但薛盛年认为 即便自己压力再大 也要拉扯两个侄女长大 更何况两个侄女都是薛家的人 弟弟虽然去世了 两个侄女如果回了罗家 这根本不符合村里的传统 如果两个侄女走了 弟弟的这个家就彻底没有了 由于矛盾的双方 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 而且还涉及监护权 保险金等问题 难度极大 为了尊重当事人 也了解清楚外孙女本人的意愿 黄文星所长特意在走访时 询问了罗桂发的大外孙女 问题就出在了这笔 18.58万元的保险理赔金 和社会捐款上 外公罗桂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两个孩子和自己生活才会幸福 孩子一定要由自己管 而薛盛年的想法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相比罗桂发 他觉得自己更年轻 更有精力 照顾两个孩子 肯定要比罗桂发轻松很多 而且自己的经济条件也好 只要罗桂发信任自己 即便不用花这笔保险理赔金 自己也完全可以把这两个孩子照顾好 面对这样一起争夺监护权的案件 在双方都不让步的情况下 孩子应该归谁抚养 这笔钱应该归谁管理 我们的调解员又会做出怎样的调解方案呢 保险金归属扑朔迷离 监护人争夺难见分巧 孩子们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 谁做孩子的监护人 小区大事正在不出 在这起案件中 涉及到了监护权 保险理赔金的所有权 为了能做到公平公正 所长黄文新决定 请来上海县人民法院的法官 以及律师一同调解这起纠纷 纠纷则涉及的法律点也比较多 然后跟我们这边的一些习惯也有一点区别 这一天一早 双方当事人如期来到了调解室 那我们先 惊吓当事人双方 这个 呃 陈述一下你们的诉求以及理由 调解刚一开始 外公罗贵发首先发话了 罗贵发说 如今外孙女和自己一起生活 不愿意和薛盛年一起生活 那么至于监护人也应该由自己担任 所以18万元的保险金 以及外孙女的社保卡 薛盛年应该交出来 这个一个资产啊 先先给我的真人们装装 一个要求 第二呢 找的是这个真正关心 每一夜的800万元 三官体 应该这个套 给大家要不要 他现在 所欲的资金 我靠 我靠 这卡 都给我的软件 听到罗贵发的话 薛盛年说 自己并没有打这笔钱的主意 这18.58万元的钱中 除了7500元钱 在罗贵发手中 其余的钱都在侄女的卡里 自己从来都没有动过 让薛盛年担心的是 这笔钱谁来监督都没有问题 可弟弟薛盛年生前的债务没有偿还 债主们来找自己 自己压力极大 现在他们欠债的都是财物 就是我现在也是跟他说 这个钱要让他 你要懂事的财物 他们还给他 他一直打给我 真法官解释道 这笔18.58万元的钱 基本上都是罗航英和薛盛年的 保险理赔金和社会捐款 并不属于生前遗产 更不能作为遗产偿还生前债务 因为这些款项 所以保险款项 他不能用你 他父母就是说使者 申请的 申请的那些借款 这个是不能用的 用你的钱 都不能动小孩的钱 对 这些是小孩子的钱 这些是小孩子的钱 你可以去告 你能用他的遗产 由于这笔18.58万元的保险金 和社会捐款 并不是薛增连和罗航英的生前财物 不能当作遗产 偿还薛增连生前的欠款 听到了法官的解答 薛增连也明白了这一点 眼看薛罗两家的矛盾 已经有了明显的缓和 可就在这个时候 孙之书却表示 让罗贵发夫妇做孩子的监护人 根本不符合当地的习俗 听到孙之书的话 罗贵发夫妇情绪激动了起来 眼看即将成功的调解 由于当地习俗而发生了转变 现场的争吵也愈演愈烈 大伯薛盛年想通过当地的习俗 争取到两个侄女的监护权 那么这种当地的习俗 合不合法律规定呢 这样的 如果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 那肯定是以法律为准 而不是以习俗为准 那么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 是可以遵从习俗习惯惯惯令 两位法官认为 此时此刻更应该尊重外孙女的想法 果断做出调解方案 才能彻底揭开两家人的矛盾 在场的薛彦琴表示 只愿意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 那么薛彦琴有没有选择监护人的权利呢 所以成年人他如果是有识别能力的话 是应该征求他的意见 如果他的父母不在了 或者是父母没有监护能力的情况下 就由具备监护能力的下列人员 来担任他的监护人 首先第一个就是主父母 也就是爷爷奶奶 外祖父母 就是外公外婆 姥姥姥爷 第二呢 就是他的兄或者姐 第三就是其他亲属朋友 愿意担任这个监护职责 并且呢 经过这个未成年人的父或者母的单位 或者是未成年人居住的这个村民委员会 居民委员会的同意 在这种情况下 也是可以担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的 考虑到外孙女薛彦婷表示 只愿意和罗桂发夫妇一起生活 同时罗桂发夫妇又是两个孩子的第一顺序监护人 调解团队制定出了一套调解方案 外孙女薛彦婷和薛彦妃 由罗桂发夫妇监护护养 而此前争议的18.58万元的保险赔偿和社会捐款中 扣除2万元供罗桂发夫妇养老 其余16.58万元存在薛彦婷和薛彦妃账户下 在薛彦婷和薛彦妃未满18岁以前 这笔钱由其监护人罗桂发夫妇管理 薛曾年生前的老房子林泉及土地由薛盛年管理 托管期间所得收益作为管理费用归薛盛年所有 薛盛年夫妇生前的所有积蓄交给薛盛年清偿死者生前债务 听完调解员给出了调解方案后 薛罗双方都表示同意签署了调解协议 经过调解员耐心的劝说和对法理的解释 薛盛年和罗桂发夫妇最终同意了调解方案 姐妹俩的监护权由罗桂发夫妇获得 这笔18.58万元的保险理赔金和社会捐款 除了2万元归罗桂发夫妇使用以外 其余的钱由姐妹两个人获得 但在未满18岁以前由罗桂发夫妇负责管理 而薛增年和罗航英生前的三千元存款 由薛盛年偿还薛盛年生前的债务 至于薛盛年生前的老房子林泉以及土地 由薛盛年管理 托管期间所得收益作为管理费归薛盛年所有 在节目最后 我们不难发现两个孩子最关心的是和谁生活舒心 与谁生活快乐 而无论大伯也好外公外婆也好 现在都是孩子们最亲的人了 怎么把他们照顾好 如何能让两个孩子生活的幸福快乐 才是这两家人应该共同承担的责任 祝福孩子们能有一个美好的童年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小区大事 我是琪琪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他们工作的社区却感动着全社会 不好的事都没想到啊 帮我这么大 我心里不正式做法 无私奉献 他们舍小家为大家 我放下自己家里的一切事 我该出去我都没出去 后来以后我就讲 我越走才就越对上去 也不上修靠的年纪不成 深入明星 他们的足迹遍布社区 就把我都快完 你俩跟着就一向了一向下来了 愿你无忧 小区大事下周播出